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全民 国家主人的这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呢 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他们自己开的记者会 就是民进党为什么要发动公投联署 要求政府签订ECFA必须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 这是我们昨天节目里头也讨论过的 就是ECFA要不要公投的这件事情要进行公投 这是昨天的记者会的主轴 那为什么ECFA要不要公投这件事情要进行公投呢 蔡英文写给大家的信呢 上面是这样想的 他说呢这个马总统要兼马主席之后呢 将棋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他虽然不会欢迎这种挑战他两岸路线的做法 国民党也会杯葛这次的公民投票 甚至想方设法利用御用的公投审议委员会的审查 来阻碍公投的提案 但是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何需如此 如果马总统的政策真的如此符合人民的利益 又何需害怕人民公投复决 如果马总统可以支持地方设置赌场应该要公投 还特地排除了公投法高门槛的适用 为什么却主张影响更全面更长远的ECFA不必经过公投 其实马总统大可以让这次的ECFA公投成为他跟中国谈判ECFA的后盾 一旦ECFA必须让人民公投复决 马政府的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当中就可以理直气壮地 坚持台湾整体最大利益 不让中国于其欲求 这可以说是蔡英文比较明确地说 这一次的ECFA要不要公投的公投 是要让马总统跟中国谈判ECFA的时候作为一个重要的后盾 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能不能够说动马总统 让这样的公投办下去 或者是在联署这个公投的过程当中呢 马总统会不会利用一些技术程序上面的杯葛 去阻止这一次的公投继续进行联署 文家你怎么看 我觉得马总统应该不会去用技术性的杯葛 主要民进党发动公投 就是他第一个没有必要 而且我觉得他也没那个能力 所以小英的这部分的担心是多余的 对对但是至于说马总统有没有那个意愿说 让ECFA去公投 我强调的公投不是说ECFA要公投 而说ECFA的内容应该透过人民的共事局 我比较倾向后面这个见解 但是因为这题目有点模糊 可是那个程序上面 如果民进党发动了这个ECFA要不要公投的公投 有了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ECFA要公投跟ECFA不要公投 如果最后这个公投的结果是大家要 结果居然是ECFA不用公投 如果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公投结果的时候 马总统就不必要让ECFA去公投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包括民党内部 我们有看到相关的一些文件显示说 对于说ECFA要不要公投这件事情 已经有不一样的见解出来 因为这可能会是变成是一种 想要围堵 但是反而说不定开了更方便的 大门的一个不确定的后果会产生 因为这个公投失败了 他就应该他不能够再公投了 所以我觉得民党在这事情上面来看 可以看到至少有一个困境 就是说他并没有把他的策略一致性 很清楚的把它连结在一起 为了要公投签置ECFA 就可能会造成说让ECFA 在绝对无条件的情况之下顺利被通过 让ECFA不能公投了 所以我觉得民党在这事情上面 他过去的那种对这种重大议题 那种什么谨慎度 在这次似乎是没有看到 这是我觉得可能小英党主席 要再做更细部的修正会比较好一点 陈大老你深思熟虑了一天之后 对于ECFA要不要公投的公投 以及ECFA该不该公投这两件事 有没有新的想法 有 我觉得应该公投 但是我觉得蔡主席跟民进党 到目前为止 连那个公偶情测都公别情测 可能他这个今天有 你写了这么长一封信 不不不 今天还有人写 看不懂ECFA公投的广告 因为他就想说两岸将来签订的ECFA 是不是需要经由公投决定 那这个作者提出说 那不是已经签了吗 是签了以后才公投呢 还是签之前公投呢 这个文章很长哦 这个句子很长 但是不清楚 我已经超过两次以上 我在节目里头有讲过 其实蔡主席跟黄公辉 谈了以后 已经不是要老百姓去公投 这个ECFA的内涵 而是来让老百姓有权力 说这个ECFA的签订 是需要公投的 是公投ECFA需要公投这样 所以这个程序 签的这个程序需要公投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句子 应该改成很简单了 我已经想好了 就是说ECFA的签订与内容 应由公投同意 应经由公投同意就对了嘛 就这个ECFA的签订 跟ECFA签订的内容 两者都需要公投决定 那就好了 可是如果民进党发起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题目的公投 结果是失败了 那是代表说ECFA的签订 以及内容都不需要公投 这个有可能 所以现在民主进步党 没有那个后半段列入公投 它只有前半段 前半段如果没过的话 那没有公投它可以签 但是签完以后 是不是要公投 或是要拿到立法院表决 拿到立法院同意有可能 那是另外一个公投 但是我觉得民进党 目前为止 晓得公投的困难 它没想那么远 所以它已经把它退缩 或是提升到说 要来公投 这个ECFA是不是需要公投 所以在时间上 就不需要等到明年 ECFA签订 它可以提早 它可以提早 它达到它动员的目的 不过它应该是说 在签订ECFA之前 要先就内容进行公投 不会这样 它不敢这样 那怎么内容 没有签订没有内容 怎么签 没有版本 没有内容怎么签 一直到签订的那一天 都还没有版本 那当然 所以是有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它才改变公投的内容 不过刚才这个沈大也提到 今天在自由时报上面 有两篇投书 那自由时报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标题 叫做看不懂ECFA公投的广告 指的就是昨天民进党的记者会 还有广告 甚至是民党党主席 蔡英文的这一封信 给国家主人的这一封信 他们说看不懂 那为什么看不懂呢 它说呢 这封信让人非常的失望 蔡主席在记者会上说 公投案若成功 会让执政党跟中国谈判 有很大的筹码 蔡主席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坚决的反对ECFA 而是要增强国民党对中国的谈判筹码 也就是说呢 要民进党扮黑脸 为国民党背书 鼓励国民党继续大胆吸进 试问蔡主席本身的立场 够不够坚定 作战目标不明确 如何激发士气 也请蔡主席好好的说明 他对两岸经贸的立场 其实这个作者 他懂得蔡主席的意思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第一个层次 那个他是懂的 那为什么有这个疑问 只是他的结论 但结论就是意识形态 可是蔡主席的确是有一段是说 这个要作为国民党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因为这个作者的基本态度 是完全不要ECFA 所以才会有这个结论 这代表说民进党的支持者里头 有一部分的人像这个作者一样 是不了解民进党 现在的政策走向 到底知不支持签ECFA 所以他们认为蔡主席的公开信 叫做支持ECFA 但是呢要扮黑脸 作为国民党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所以他的解读是这样 对民进党的支持者 有一部分来讲 吴大哥 民进党只甘于做国民党的干档吗 是不是准备 跟英国工党一样 准备再也19年是不是 你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论述 大陆政策论述 吕秀莲针对ECFA 我觉得他讲最好 他说连ECFA的内容 都不知道怎么公投呢 讲出问题的重点了嘛 所以不要说ECFA是什么 我现在那个 蔡英文在读我也读不懂 看杀没有 越看越黑了 他给国家主人 结果很多主人都看不懂 更不用说那些 蒙蒙蒙蒙的人 公投我常说 公投它可以高档到 像圣牛崇拜 比如说中共武力犯台 我们做一个最终武器来反制 可以到了那么高 你也可以低到说要不要这个 什么奖卫水路 卫水路要不要用 什么呢 我北宜高要不要用 都可以啦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两次公投 我们来评估一下 2004的 军售公投 军售公投 灰头土连 路连公投 看我看 我明转倒飞 公投两次 对民进党 选举有没有用 对整个社会多负面 国际社会怎么看你 尤其是美国 你就没效了嘛 所以公投说穿了 就是年底选举的动员工具而已 就讲清楚嘛 要不要说他管 什么什么 讲到要管 不要找理由啦 我们拿点破啦 就没效了 你还要说穿 摆摊位就是要选举动员嘛 就这样而已嘛 民进党不是谈公投 或谈ECFA 请你拿出一个中国政策论述 一个负责任的党 就公开辩论嘛 有自信的人 怕人家会检验吗 就让人家大家检验嘛 冠冠家 冠家家小金啦 最近北京派很多人来 跟民进党官方在接触啦 大家也知道了 你一方面私下都跟 他们派来的官员智朗在谈 公开说 我不想跟中国谈 不用假啦 就冠名磊落 提出你中国政策论述嘛 胡锦涛都会说 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我邀请你民进党来中国访问 陈菊去了嘛 你民进党也可以嘛 在汉瑞台湾主权原则下 我到中国访问嘛 你可以有立场的嘛 为什么ECFA 我自认为非过不可 牵涉到像FTA SEPA这种变种 你非处理不可 不然我们在未来的东协加三就彻底被边缘化 我们以后连菲律宾都还不如啊 竞争力都不如啊 你这个东协加三就是我们怎么加入这个市场 请问除了ECFA以外还有其他条路吗 没有了嘛 所以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民进党面对这个现实 那么你不妨在ECFA上面提出一个认真负责任的 具体的务实的理性的中国大陆政策论述 人民有所评比才有可能选举你嘛 如果大家说原来你民进党也不过要做国民党跟北京谈判的筹码而已 那为什么支持你民进党干什么 所以蔡百全他是一个学者 他的道理 他的论述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表示说你蔡英文根本没有执政的决心 也对ECFA原来只是甘于做小媳妇做媳妇而已 那叫什么意思呢 应该提出正面的政治认数 中国大陆政策认数不是吗 可是民进党如果能够在两岸谈票案当中扮演那个黑脸的杠杆 对台湾来讲会不会是比较好 当然是比较好 对啊 有个民进党扮演杠杆 然后扮演黑脸 对国民党的谈判当然是有帮助的 所以有个反对党是好的 民主政治当然要反对党 那讲到公投 刚刚中心讲的 那个均购的公投 你如果不过的话 说我们不经购 那是民进党政府说 公投不过他也要买啊 是不是 好 两次公投一次入联公投 入联公投说 公投过了 你也经不去啊 那公投有什么意义 公投的意义在哪里 就表示 我们全面的意义是这样子 但是你政府要说 一定要经购是一定要买的 那你要公投干什么呢 公投团队你也要买啊 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公投它其实是直接民权的行使嘛 就是创制复决嘛 有中央的创制复决 有地方的创制复决 所以它不是很多事项都是适合公投的 为什么要有一个公投审议委员会 那所有政策都要公投 那直接民主就好了 不要进阶议会政治了嘛 所以马英九的意思是说 有些东西适合公投的 有些东西不适合公投的 那ECFA适不适合公投 我认为不适合公投 为什么 这种就是政策的行使啊 这只是一个政策而已 对啊 这种东西你公投 你也是看不懂 蔡英文写给国家主人的一封信的 他根本没有看 你有看吗 这东西啊 我刚刚有看了 我们不是有坏杀我就看啊 为什么没看 你看不懂还是 他没有讲内容 ECFA我当然懂啊 两岸经济架构啊 他讲说为什么ECFA需要公投 因为这种东西 他这个是适不适合公投 但是我认为审议委员会不会让他过的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指政党 他的政策的行使嘛 所以你讲的就是他说的 马总统会用审议委员会的审查 来阻碍公投的提案 不是阻碍啊 本来就是他的公投法里面就有设立一个审议委员会 会有这个担心 因为刘大哥都已经说 公投审议委员会不会让这个公投案 对啊 因为他性质不适合公投嘛 你去看公投法里面 他有讲什么什么 公投的事项 一什么 我这个太久了 我背不起来 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就是 这个立法的创制跟一种覆绝 他的条文拿来看就比较清楚 这种东西本来就不适合公投 慧文这个公投审议委员会 会让这个公投案 没办法成案吗 这民意党执政的时候 公投审议委员会是民意党在控制啊 现在国民党执政啊 这个这个委员会 我看应该是国民党控制 就跟国民党现在准备去控制公共电视一样 所以这个蔡英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因为蔡英文他以前就干这种事情啊 就这么干 对他很熟 对这个 当然我觉得我先讲公投被污名化 变成 因为蓝绿的操作啦 阿扁在他书里面 一再的吹嘘说 啊我进来 公投还怎么怎么 虽然公投通通没有过 阿扁很得意 这公投就 一个很好的事情 被政府人弄烂了 那国民党因为书怕了 所以国民党去年也推了两个公投 也都浪费我们的钱 那这个 我先不讲说这个蔡英文的信 那你不要跟大选绑在一起会不会过啦 我们公投法决定是要 你公投该不该绑大选 他现在决定不绑大选 那你要850万人出来投票 他可能会改啊 如果希望有850万人出来投票 也许他会调整他的节奏 时间可能不 因为他也有点提早发动 不不 主持人有好多县市不选举的 那些合并升格的都不投票 不是严选 他没有跟选举挂钩啊 他不是选举的时间啊 刚才大家是说 为了要提高投票的也许要挂钩啦 但是问题是这次年纪的选举 有很多县市 台北市就没有选 我知道啊 他是不选的 所以就算挂了钩 850万搞不好也没有 如果照蔡英文之前讲说 他不要绑大选的话 那就是跟选举无关 那可能就到明年之后了 去选啊 你要叫850万人出来投票 很难啊 所以要写这么一封 给国家主人的公开性 而且我必须讲这个门槛 还蛮高的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说是 那个新竹杀人 新装那个榴弹 大家比较感同身受 跟你谈ECVA 因为他故意你讲的很悬 大家都听得没什么有 我说实在话 我自己是一知半解 我到底什么是ECVA 内容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有人就说一定要签啊 不是嘛 有人说不签会怎么样 有人就说一定不能签 不是很矛盾嘛 自己逻辑都矛盾的时候 到底被枪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 不同版本的ECVA 所以有人觉得该签 有人觉得不能签 不是 主持人 重点不在身 我觉得重点 是因为内容很困难 大家不了解 先把原则定好嘛 不是 是因为内容这么复杂 不能了解 所以这个才麻烦出来了 你们都没有仔细看电视 没有城市也要看电视 昨天蔡英文讲好几次 说这个ECVA 影响台湾四百万人的生活 他就算出来四百万 只有这句就讲过了 只有这句就好 这句内容就不重要了 四百万 大家也说那四百万是割 大家也说那割 你应该说八百万啊 那就是出来投票 影响八百万人的生活 有一千八百万人获益 这样也可以讲啊 也不能讲内容 就可以这么讲啊 四百加一千八是两千三 所以有一千八百万人获益 有四百万人受害 你到底是获益的还是受害的 每个人心中 就会有不同的ECVA出现 我们先进广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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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